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在西非的塞内加尔 塞马是全国性的休闲运动 一名十九岁的天才小骑士 已经拿下国内的顶级赛事冠军 他的目标是成为国际顶尖骑士 计划明年到法国训练朝梦想迈进 拉着缰绳骑上马儿 配合着马儿的节奏 轻快地向前奔驰 十九岁的迪奥普 是塞内加尔最有前途的骑士之一 两年前已经赢得该国塞马最高奖项 相较于同龄者 迪奥普的体型略为矮小 体重只有三十六公斤 却成为他在马场上的优势 马一直是塞内加尔文化特征的一部分 过去五十年 塞马渐渐发展成全国性休闲运动 迪奥普从十二岁开始拜师学业 期间因为摔断手 父母决定中断他的骑士生涯 但迪奥普始终无法忘怀 几年后终于重回马场 目前迪奥普在尼亚家的一处羊马场 与其他骑士一起学习 由于他的体重和身材 能够驾驭大多数马匹 加上资质聪颖 令训练员相当看靠 现在迪奥普在塞内加尔定期比赛训练 明年他将前往法国受训 已经称霸塞内加尔的他 希望能更上一层楼 成为国际顶尖骑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